Michele是第四期的大腸癌患者 現在正是努力與癌細胞打仗 為了早點康復 他每天都會去戶外逛逛做運動 是沒有徵象的 怎樣發現呢 就是痛 他經常以為是腸胃炎 就看專科 進去醫務室 一按而已 他說 凌先生 你要有個瘤 不要以為他現在只是在做運動 其實這一刻的他同時都在接受化療 這個黑色的斜背袋裝著的 是化療藥物瓶 有喉管接駁著他的靜脈 現在Michele每兩星期 就會有兩至三天 需要進行家居化療 在日常生活中接受治療 這個瓶 你背後就有46小時 這樣你可以回到醫院 就可以拆掉了 一直在用藥 可以一直跟朋友聊天 可以去朋友家 可以吃東西外面 去餐廳吃東西 完全兩碼指示 又可以做運動 完全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時候三天 化療療療療療 只能在醫院 現在就不用了 現在可以回家 可以去街上 甚至 化療是癌症很常用的治療方案之一 原理是透過藥物 破壞癌細胞 阻止他們繼續生長 化療分為口服化療 和靜脈輸注化療兩種 傳統的靜脈輸注化療 病人必須留院兩至三天去進行 不過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 醫院開始引入家居化療服務 現在部分癌症病人 不需要再在醫院進行靜脈輸注化療 而可以像Michael 利用一個便攜式輸注器 離開醫院做化療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有一個獨特 一個彈性球狼狀的輸液泵 例如這個為例 他未入藥的時候 其實是變身的 當我們擺好化療藥 輸注進去的時候 他就好像一個吹氣了的氣球 而他自身產生一些壓力 慢慢將化療藥物 經過導管 推進在病人身體裏 他們的尾部也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導管流量限制器 控制流量的速度 確保化療藥物 是以一個穩定的速度 慢慢輸入病人裏面 那到底什麼人適合進行家居化療呢 由於大腸癌、胃癌和胰臟癌的患者 通常都需要接受靜脈輸注化療 所以現在主要是這批病人進行家居化療 不過 醫生還會考慮其他因素 例如病人的身體狀況和病情是否穩定 病人或者照顧者 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家居化療的使用方式 醫生才會建議他們嘗試 一個完整的家居化療療程 通常會做12次 第一步 外科醫生會為患者做一個小手術 按置一個植入體內的中央導管 連接著靜脈 給化療藥物之後可以流入身體裏面 按照我們建議的時間和他磨一磨重 那就不用太擔心了 明白 OK 之後家居化療服務的團隊 亦都會為病人一對一 講解一下怎樣使用便攜式輸注器 病人一旦有疑問 都可以隨時聯絡他們 由我們專業的團隊 去講解這個便攜式裝置器 原理在哪裏 操作和監控的過程 應該怎樣做 有些病人